互联网的广大朋友大家我是小甲鱼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关于man行数的参数问题 我们讲到了一个事例对吧 但是呢那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个事例演示出来的是有一个小小的失误 它不会按我们的参数把字符创给显示出来 所以呢后来小甲鱼就研究了一下啊 把这个程序改了一下如下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跟上一节课的那一个程序 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先来编译一下 然后呢假装运行一下啊 好这个肯定是没有参数的对吧 the number of string啊没有没有参数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参数输入 我们要把它当参数的时候呢 应该把它的这个ese文件给提取出来啊 我们放到c旁下吧 哎 放到f旁啊 好把这些都给扔了 好把它粘贴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进入 控制台啊 好我们来到的这个目录对吧 我们看到里面有个manese 那好那我们现在运行一下他manese 然后呢我们输入第一个参数 fixy.com啊第二个参数 i lovefixy.com啊 千万不能在这里加上过去试啊 加上过去试呢就有点悲哀了啊 好然后我们回车 哎回车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他这里当成有四个参数了 为什么因为他以空格格开 当成一个一个的参数对吧 第一个fixy.com是一个第二个i空格 第二个参数第三个love对吧 又是fixy.com 好了我们这个程序呢 原代码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为什么跟上一节课的程序 上一节课的程序我们输出之后 却是什么 却是两个run嘛 对吧 而这这次呢 不会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对比一下啊 然后到我们的论坛 欢迎到论坛去讨论一下 好吧 OK 这个是一个更正啊 接着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有关指针的数据类型的一个小节啊 把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内容 这一章啊 这一章整章讲的内容 都来一个总结一下 好 比如说inti就是定义一个整形变量i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加上一个信号 表示我们定义的这个p变量 是一个指针变量 指针变量跟普通变量的唯一区别 就是指针变量里面存放的是地址 而不是一个值 当然对于CPU这个小哥哥来说呢 它都是数据而已啊 intan定义的是数主a 里面有n个元素 int信号pn定义的是数主 指针数主p 它由n个指向整形数据的指针元素组成 这些大家要清楚 int括号信号pn 指向了n个元素的 一维数主的指针变量 看到没有 这里有打个括号和没打个括号 区别就很大 没有打括号的话呢 它里面这个数主里面 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指针 而打了个括号呢 这只是指向一个数主的指针变量 OK 好 这是一个函数的声明 这个是一个返回 返回类型为指针变量的一个函数啊 这个呢 是指向函数的指针 该函数返回一个整形的值啊 这个是指向一个函数的指针 也就是说这个 它的值是一个函数的地址 好 这个是一个指针变量 它指向一个指针变量啊 指向指针的指针变量 那如果有三个的话呢 那就是指向指针的指针的指针变量啊 好 上面那张图呢 欢迎大家把它截图截下来啊 给大家一个机会 我把小手放开 好 大家把它截图截下来啊 可以日后观察 好 接着我们来讲讲指针运算小节 第一个指针变量的加减一个整数 会是什么回事呢 比如说P++P- 我们之前当然是定义 inter信号P或者correcter信号P或者double信号P啊 都可以 反正定义它是一个指针就行了 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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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加等于I P加P-等于I等 这种是一个指针运算的操作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指针变量的负值 那这个指针运算的操作 它是什么回事啊 它就是指向了下一个元素 对吧 或者说指向了上一个元素 对吧 ++的话呢 就指向了下一个元素 减减的话呢 就指向了上一个元素啊 例如说呢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定义了int 啊 信号P 对吧 是等于杀杀杀杀杀的 然后呢 我P++ P++这里因为是整形的 对吧 那我也就是相当于加上什么 P啊 加上了size of 它的地址加上了一个整形的一个值啊 整形在我们的VC++6.0呢 是四个字节 对吧 那也就相当于P加上四了 好的啊 日丑无怪啊 然后指针变量的负值 像这样的话呢 是将变量A的地址给的指针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取地址操作符 好 这个是将宿主的首个元素的地址给的指针 我们都知道一个宿主 例如说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什么 inter A啊 这样一个宿主 那么它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也就是相当于它的宿主名啊 A就是第一个元素的地址 它就是等于 第一个元素从零元素开始 它的地址 对吧 好 这个是将第一个元素的地址给了变量P啊 指针变量P 好 接着还有P等于max啊 max为已定义的函数 我们这里前面max定义成一个函数 max的入口地址给了P啊 也就是指向函数的指针 这个呢 是指针之间的交易啊 两个都是指针变量的话呢 将第二个变量指向的地址给了第一个变量啊 他们这时候P和P 同时指向了一个同一个元素 好 指针变量可以有空值 对吧 该值表示指针变量不指向任何变量 我们可以定义P等于大写的NULL 大写的NULL 其实就是一个红定义 它的值也就是零啊 好 我们这里有两个指针变量 其实他们可以相减的 例如说P1是一个指针变量 P2也是一个指针变量 那么他们相减之后的值是什么啊 这里我不会直接跟大家说啊 留一个小小的秘密啊 大家自己去实验一下 很容易编个程序对吧 你编个程序你定义一个数组定一个数组 然后把P指向数组的某一个值 例如说这里指向了第一个元素啊 第二个元素 这里指向了第四个元素 第五个元素啊 然后你再把P减P2 然后把它的值打印出来 看打印的值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去思考一下啊 作为一个伟大的老师 我还是让大家留下一点思考的空间 对吧 思考使人进步 思考使人成长 思考能够使人觉悟啊 OK 两个指针变量的比较 若我们两个指针变量 条件是要两个指针变量 同时指向一个什么 数组元素 对吧 指向一个数组 同一个数组的元素 我们可以进行比较 比较的是什么呢 比较的就是这个数组 两个指针分别指向这个数组的元素的序号 对吧 例如说指向前面的元素的指针呢 是会小于指向后面元素的指针的 因为前面的元素的 那个序号肯定是比后面的要小 对吧 所以它比较的是这个 好 那么最后来谈谈Void的类型啊 还不是最后 Void的真正发挥作用呢 Void其实就是一个 普通朋友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对吧 因为Void就表示一个空 空类型就是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呢 但是呢 对于佛教来说呢 空即是射 射即是空啊 空看起来跟射又有点关系了 对于道家来说呢 空就是万物对吧 没有就是有 所有有的东西都是从没有的东西来的 所以呢 空的这个概念啊 Void的类型这个概念 表示了 他从任何角度都来看 我们都可以看出 他这个概念 有潜在的抽象性啊 那好 我们知道Void的类型是一个高手的啊 高手类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我们这个类型的主要发挥的作用 主要在于 对函数返回值的限定 对函数仓数的限定 我们直接看个例子 例如说Void的ABC Void的 这时候呢 我就限定他没有任何的仓数 没有任何的返回值 对吧 我如果在实仓里面给他负一个仓数会怎么样 会 报错 对不对 OK 事实上这样就方便于 编译的编译阶段的检验啊 好 例如说啊 以后你如果说要 一个函数没有仓数的话 你不要直接括号 你写多一个Void的 表示没有仓数啊 好 谈谈Void用于指针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谈Void的时候呢 我同时又查到了 Cons指针 也是必要的讲一下的 好 在NCC标准中呢 增加了对Void的指针类型啊 新增的 我们知道Void的这个指针类型是后来新增的 就因为他的有某些情况下比较必要 所以才要增加 对吧 没有必要的东西 怎么何必去找制造麻烦呢 好 我们这个Void的类型啊 也就是定义了 它是不是指向任何一种类型的数据 指针变量啊 它是空类型 就是啥都不是 它就当纯是放一个地址 放放一个地址指向的是什么变量呢 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括号 int把它变成了一个整形 括号corrector把它变成一个corrector型啊 所以呢它像小草啊 风一来随处摇 那什么是nsip标准呢 nsip标准说白了就是american nation nationalstandardinstitute啊 的c标准 就是美国的国家标准啊 美国标准 ok谁叫编程这网页啊 跟美国挂钩实在太大了 我们要依据人家的标准啊 好 接着继续 像我们现在最新的c语言标准 应该是c99啊 c99就是nsicc99啊 好 Void的steam号p 这样的话呢 表示指针变量p 不指向一个确定的类型数据 它的作用仅仅是用来存放一个地址啊 暂时到这一句 只是用来存放一个地址 Void指针 它可以指向任何类型的数据 因为它是空的 它空的呢 就可以容纳所有的东西 对吧 像一个人 可以是男人 可以是女人 可以是人妖啊 可以是好人 可以是坏人 我们这里只是定义了 它为一个人 对吧 那你如果是intp就相当于定义 它是一个男人 correctorp 那就相当于定义 它是一个女人 ok double double就是人妖吧 好 可以用任何类型的指针 直接给Void的类型复制 但是呢 如果需要将Void的类型的指针 直接付给其他类型的指针 则需要进行强制类型的转换 啊 这里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其实用我们刚才的定理可以来推论啊 任何类型的指针给Void的复制 对吧 你男人给人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男人是属于人的 对吧 那你如果将Void的指针 复制给其他是不是要转换 你不能说人就是人妖 这样的话会得罪 全天下所有看个小交易视频的人 对吧 那你要打个括号啊 长得像人妖的人就是人妖 对吧 这样有一个强制的类型转换 这样才行 好吧 好 我们来谈谈Const Const指针啊 之前我们在讲那个 函数的时候 好像也是讲到这个Const 对吧 那我们通过三个例子来谈一下 好 这三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声明一个 本来声明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指针 指向什么 这个字符串 welcome to fishy.com 对吧 那我在声明它是Const 就是静态的啊 哦不 Const不是静态 Const是常量啊 就是使一个变量常量化 使它不能够被改变啊 我们用红标 红编译的时候 用红语句把它给 这个定义成 先把它忽略掉 对吧 之前讲过了 条件为零 永远不会成立 不用编译 对吧 前面加上警号表示 它是一个红定义 好的 我们编译一下 也就是说 这句其实是不存在的啊 把它注释掉的 然后呢 这一句 我们强制把它的地址 改变成 指向 ilovefishy.com啊 本来是指向 welcome tofishy.com 这个支付创的 现在呢 把它的地址 这个指针的地址 改强制改变成 ilovefishy.com 这个地址啊 那然后呢 是可以敲扬无息的把它打印出来了 对吧 好 其实我们应该在这里 copy一下 应该在这里先把它打印一次 对吧 本来是这样的 改成这样了 好 那我如果把这个去掉呢 让它执行 好 哎 那它会报错 为什么呢 它会说 l value l value 就是左值 左值 specify 指向的是一个什么 定义的是一个 const object 是一个常量对象 常量对象呢 就是不能够被复制的 不能够充当左值的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定义啊 这个const 这样定义的话 它是const 是定义了 定位于这个的一个元素啊 这个指向的 这个常量里面的元素 好 那我们把它修改一下啊 大家看 看准这里了 我们这里把它修改一下 第二个例子 如果我们把const 放到这个指针变量之后 那么它定义的又是什么 我们这时候这一句 合法了 合法了 对吧 是可以把它给打印出来的 啊 这里不能为written 为什么 因为跟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一样的 它语法 虽然合法 但是呢 由于这 这里是在windows下编程的 windows下编程的 windows 是禁止常量被访问和 不是 是禁止常量被重写的啊 它这里是一个存放在常量区嘛 data区嘛 只读常量区啊 所以我这里把它重写成小写的w 它就不给了 但是呢 我们编译 说明语法是没有问题的 它符合西语言的语法规范啊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cons 在这里 如果把这里改为1的话呢 会出现错误 它报的是 这里啊 这个地址 是l value 那我们可以看出 cons 接近这个 什么 接近这个 str这个指针的一个地址的时候呢 说明这个 把这个指针定义为cons变量了 它就不能够被修改啊 那你如果说把cons放在前面 那就定义为这个 每一个字符是一个cons变量 不能够被替换 好 那同时我们出现了第三个 第三个啊 加两个 两个同时加上这两个都是非法的 对吧 同理可得嘛 好啊 两个错误 分别是这个 还有这个 他们的左边都是 控制变量 所以呢 大家就要记住啊 控制变量的灵活使用 好 好 那么关于void的指针和cons指针的详细呢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余悉空间的日志那里找啊 我有一篇自制 自制是专门介绍这个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文字的描述啊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 一个比较有名的API函数啊 叫做memory copy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为什么比较有名呢 哎 我们先得先把这个光掉啊 为什么比较有名呢 啊 出现主要有名的是他的 他的老爸啊 他的前辈叫做H-M-E-M-C-P-Y啊 这个呢 以前被称之为妄能断点 为什么称之为妄能断点呢 因为在玩破解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用这个行数来出现数据的拷贝的 对吧 当时呢 到了我们这个是在9S年代啊 Win9X年代的时候风靡一时的 但是呢 我们到了我们的Windows NT架构的时候呢 他就变成了M-E-M-C-P-Y啊 变成了他的儿子啊 这个呢 也是实现拷贝了 但是呢 现在很少程序用这个直接拷贝密码 或者说是账号 然后进行一个对比啊 很少这么做了 因为这么做的话 很容易让人下断点 然后就直接把那个原码给copy出来了 OK 那我们这时候用这个来讲 主要是讲一下Void指针和Cons指针啊 没有其他意思 那大家哎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程序怎么啥都没有啊 因为在我们的参考文档 我们把参考文档打开 M-E-M-C-P-Y啊 Member copy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copy correctness between buffers Buffers就是缓冲区啊 那S-E-S-R-C 一般的话呢 是用来表示原地址啊 圆啊 商店选那个圆 这个是destination啊 是一个目目的地也就是说从这个copy到这个去啊 从这个copy到这个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Void Void指针 这个是一个ConsVoid指针 那很明显 Cons我们根据刚才的介绍 我们就使得这个指针不能够被怎么样 指向的数据不能够被改变对吧 而这个呢为什么用Void 因为呢我们怎么样 使得这要使得这个函数通用 所以呢我们先用Void 因为任何类型都可以复制给Void 对吧 你如果这里是int int desk 那我这个就只能是指向整形的 corrector那只能是指向corrector型对吧 那我Void就不行啊 不同啊Void就是说 什么都可以啊 像这种特神啊对吧 像有些人啊喜欢吃转有些人不能吃硬啊 有些人就特别厉害 既能吃转又能吃硬啊 是什么太尖啊可能好 那然后第三个呢size size就是尺寸啊 就是说要拷贝的一个尺寸 意思就是说从这里拷贝若干个大小 到达这里啊 这里有举例 for example 只有我们直接把这个例子给copy过来 好啊把例子copy过来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了它的定义了啊 memory copy 它定义就在这里 它的原原定义在这里 对吧 这个是空 空随的避免这个原原数据被什么被改变 对吧 然后这个是要被覆盖的 所以它这个要改变 好 然后因为要使增加它们通用性 所以这里用了void类型的指针啊 我们第一次体验到void类型的指针的重要性了 好 然后把它运行一下 是没问题的啊 把它copy 大家去对照一下 它到底在干嘛啊 可以通过这一节课 我们又学到了几个新的函数啊 当然这些是系统函数 好 行 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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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